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熟灵教室》 刚才我们在研读《马罗亚夫妇迎见神的使者》这段经文里 我们就提到既然神说的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祂要再来呢? 我们以下就在经文可以找到答案了 因为马罗亚非常聪明 神的使者跟祂说完之话 祂就怀留神的使者 或者我将经文读出给大家听 马罗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 求祢用我们怀留祢 好为祢预备一只山羊羔 耶和华的使者对马罗亚说 祢虽然怀留我 我却不吃祢的食物 祢若预备繁祭 就当献与耶和华 原来马罗亚不知道祂是耶和华的使者 马罗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 请将祢的名告诉我 到祢说应验的时候 我末好尊敬祢 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开始看到一个对话 马罗亚说 我应该是怀留神的使者 但是神的使者就告诉祢 你预备的食物我不会吃的 你如果有些东西要招待我的时候 神就教祂 神的使者就教导祂 你就用来献作为神 第二步的时候 他仍然有继续的教导祂 就是马罗亚又开始再问 你的名字是什么 等到这件事成功之后 我们可以纪念你或者多谢你 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 马罗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 请将你的名告诉我 对到你的话应验的时候 我们好尊敬你 那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 你何必问我的名 我名是奇妙的 马罗亚将一只山羊糕和素祭 在盘石上献与耶和华 使者行奇妙的事 马罗亚和他的妻观看 见火焰从檀上往上升 耶和华的使者在檀上的火焰中 也升上去了 我们在这段经文看到 使者先教马罗亚献祭 当他问他的名字的时候 他告诉他他是奇妙的 然后他不单止 将他的名字告诉他 是奇妙的 而且也在他面前行一件奇妙的事 就是当他将这个祭物献了的时候 这个使者也在檀上 着火在那里升上去 以至到马罗亚夫妇 他们在这件事上的经历 就不单止从初开始的时候 使者告诉马罗亚的妻子 你将会生一个孩子 你应该应该要这样做 做这些吩咐 做这些准备 好使得这个儿子 以后将来为我所使用 我们见到 神的祝福不单止是这样 当马罗亚想再来到 去迎见神的使者的时候 神的使者又来到 并且给他看到一个 不是常人可以见到的事情 就是当他献祭的时候 神也行一个神迹 接纳了他的祭物 以及给他能够见到一个 很奇妙的景象 我们看到马罗亚 和妻子见到这个情况之后 其实他是有点害怕的 或者我又继续将经文和大家读 马罗亚和他的妻看见 就俯伏于地 耶和华的使者 不再向马罗亚和他的妻显然 马罗亚才知道 他是耶和华的使者 马罗亚对他的妻说 我们必要死 因为看见了神 他的妻却对他说 耶和华若要杀我们 必不从我们手里 收纳凡制和数制 并不将这一切事 指示我们 今日也不将这些话 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里看到 当他们都很惊怕的时候 看到这个特别的异象的时候 马罗亚真的很惊慌 但他的妻子都很有智慧 他就说 其实这个真的是神的一个恩典 向我们显然 给我们这些吩咐 神的好意绝对不是要伤害我们 为什么我觉得 那么喜欢这个经文 和觉得那么重要呢 当然我们是养育孩子的时候 做父母 很多时候都很关心 应该要怎么样养育 或者我们买很多书来看 或者觉得要学习很多东西 这些都是真的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的 但是我们看到 马罗亚夫妇他们的经历 是非常之的特别 不单止是知道他们要做些什么 来到养育他们将来的儿子 而且我们看到 神是给他们 在藉着这件事 能够更深地认识他 从不认识这个神的使者 到够懂得去献祭 又懂得神 越纳他们的献祭 在他们面前行奇妙的事 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属灵的福气 我鼓励弟兄姊妹 当我们想到父母的职份的时候 我们希望我们不只是想到 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或者我们胎教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事要预备 或者也有很多的事要担心 其实这些都是真实的 但是我们最需要的是 我们好像马罗亚和他的妻子一样 他们有个心 要遵行神的吩咐 他们要按照神的指示 来养育他们的孩子 并且因为他们去尋求神 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 神自己将祂 向他们显明 接纳他们的献祭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那个献祭 其实是非常之重要 那个使者一开口教他的时候 就说 你们有些什么不需要款留我 你们应该是拿来献祭 那我很希望我们的父母 当我们要去向这对夫妇来到的学习 就是说 无论你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都是将它来奉献 是作为一个献祭 先让神接纳了你 和你的祭物 以后你去作一个父母 大家知不知道 马郎和夫妇 他们将来是哪一个父亲 父母 可能大家都知道 就是参孙 我们看到参孙的一生里面 其实他都有很多的起起跌跌 虽然神的灵是和他同在 但是参孙也有他犯错的地方 娶了外邦人的妻子 我们如果你看第十四章 很快你就看到马郎和夫妇 他们失望的事情很快就出现了 湯参孙决定要去娶 一个菲利士人做妻子的时候 他们就劝他 这里我们不是喜有 为什么你不要娶我去帮的女子 你不娶回我们这里的妇女呢 我们看到其实 他们都是有失望的 我们做父母的 我们也要明白就是 好像马罗亚夫妇一样 他们已经尽了他们的责任 按着神的吩咐来养育 他们的孩子 清酒龙酒都不渴 理解到他将来 要做拿西尔人的职份 而我们也都知道 不单止是这样 神也是接纳他们这一对的夫妇 接纳了她的宪制 但是就不包括 你以后一切的儿女 就一定是 好像我们有时做父母 我们盼望的就是 顺风顺水 他一直就很完美地来到成长 如果你去看以后的经文的时候 你就发现 其实在参孙的生活里面 有令人伤心的地方 我相信马罗亚夫妇 以后他们也有伤心的地方 但是如果是这样 我们会不会觉得 好像在这一章 第十三章的经文 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就鼓励弟兄姊妹 你要这样去思想 当我们说在一个 除了胎教 在你的儿童 你的儿童在儿童 青少年的时期 可能你有很多事情 可以保守他们 不受外界的影响 但是到了以后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当他们成人的时候 他们仍然有 他自己的选择 和他们的取向 作父母的可能 你所能够做的 就是按照神的教训 来养育你的子女 你要去帮助他 逃避这个世代 很多种种的誘惑的时候 你一样东西要能够开始做的 就像这段经文 我们看到马罗亚的夫妇 他们在一个家庭 神教导他们 有一个建立一个祭坛 就是将他们所有的 来献给神 我很希望弟兄姊妹 在你们家庭里面 你们都能够考虑到 这个问题 在《圣经宗的父母》的 这个专题的开始的时候 我都说到 就是说 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 我们不单止要重视 parenting skills 一些做父母的技巧 我们更加要重视 我们做父母的素质 parenting qualities 若然你是在这个做父母的事上 经历着神的恩典的时候 盼望你也都以后能够 在你的家庭里面 带领你的儿女 继续的 都是同一样 继续的献祭给神 能够在恩着神的恩典 更多的领会 他是一个真真实实 行奇妙的事的神 好像他们在这个十三章里面 他们能够有那个喜悦 经历神自己的那个祝福 那我很相信 在以后的日子里面 若然他们跟你一同的 是献祭给神的时候 那你就更加能够保护他们 不是这个邪恶世代 是受到外界的影响 那我盼望神 都是这样祝福你的家庭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